景气寒冬笼罩着世界 包括中国和德国两家企业巨头 都传出大刀裁员一万多人的消息 号称中国物流之王的京东物流 正酝酿大规模裁员 可能拖累8%员工 等于是超过1.2万人的生计受到影响 德国的拜尔药厂也证实 正在全球裁员1.2万人 其中将近4成是德国员工 两家龙头前所未有的裁员行动 透露着两个征兆 先说中国的京东物流 创办人间执行长刘强东 在美国涉嫌性侵被捕 使得公司营运产生阻碍 去年京东营收670亿美元 折合台币2.07兆元 再看德国拜尔也是 他们赤字630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1.94兆元的金额 收购美国孟山都之后 因为除草剂产品会致癌 使得拜尔在美国面临 1.12万笔的诉讼 削弱了企业获利能力 中国经济不再高速成长 电商产业更加严峻 京东面对劲敌阿里巴巴 还有拼多多的竞争 正陷入苦战 导致一连串的准结措施 在各大企业上演 可怜的劳工被压得喘不过气 加入考评与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限时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